韩国私人女子天团2NE1到香港这些品牌活动 但是跟其他韩国明星富港式的风尘仆仆不同 2NE1这次的行程居然想到松动 他们表示来香港之前就已经有咨询过同门师兄Big Ben 但都是有关吃的 也许是一直忙于心底的宣传 2NE1很少可以放心的狂吃狂喝 所以这次来香港感觉特别开心 除此之外他们还尝试做轮渡 欣赏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夜景 感觉很新鲜 被问到对香港男生的印象 队长CEL居然表示要找个香港男友试一下 但是香港男友们都很喜欢女友们的评论 所以香港男友们都很高兴 所以香港男友们都很高兴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找到好处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